回答一下中聯儲科 是做一些重型機械 今年大家都覺得 第一季基建都會做得不錯 這個朋友說5.7買了 他說怎算好?Katy來的 5.7其實是前輪的價位 只不過是因為 你由4.8彈到5.7彈了1元 然後追一追 那麼回幾號指 人家彈了1元的物體 回幾號指其實我覺得都比較正常 我覺得個人就不需要太過擔心的 可能你說我一定要設置止選位的 那你就跌穿可能5.1 或者5元那些 可能才當成為無緣 但是就是說 在 Fundamental的角度 我覺得 的確是有向上的催化劑的 最主要在微觀的角度 公司自己本身的PE 其實都真心低 就是壓了很久 而在雲工的角度 就是今年 中國去捕基建內需 基建 都應該是很正路的事情 基建也會捕 內需也會捕 如果是捕基建的話 這些是重型機系的企業 應該訂單是會復甦的 不過最後 以一個風險的 所謂聲明的角度 我都要提醒 不是說客人或拋人 而是說我們講了股血藥的好處 都循例地講一下一些風險的聲明 這個股份 它唯一的隱憂在哪裏 你不看它的平衡 你不太知道 但你有看過的話 其實它的應收帳 真心來說真的挺高的 有一大堆應收帳 那些主要是甚麼客戶 那些主要是上下游的客戶 最主要是這個 變成數字好像是窄得越來越多 是 這個可能是跟雲污經濟 或者甚至是有些 甚至是地產商 可能欠了些錢 也不退給它 其實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我覺得 所以它有一個比較大的應收帳 這個事情 大家都是要注意的 我現在是希望它回收得比較順利 不然它突然告訴你 有一個突然退休的話 股份就很麻煩了 是明白 這個就是它唯一的風險所在 是 這樣也要聲明一下 也是有一個隱憂 是的 是有一點點的